那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宁波话说五语区的省份 那么首先是江苏省 江苏宁波话是念作光苏 浙江宁波话是念作 上海宁波话是念作 僵尸 僵尸宁波话是念作 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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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宁波话是念作 那么其实以上所说几个省份呢 那并不是说全都是五语区 比如说安徽省和江西省 它其实只有一小部分是五语区 那么具体来讲呢 五语区其实是包括浙江省的全境 上海 还有江苏省长江以南部分 不包括南京市区 但包括南京是江宁区 当然我没有说江宁区乡下 只是说相比市区而言 它是五语区 然后 长江以北的 启东 海门和静江 以及安徽省东部 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大概是宣州跟 灰州的那一片 然后就是江西省的上饶市 那么如果大家对五语感兴趣呢 欢迎加入五语学堂 或者是关注苏白学堂的公众号 那如果对我的原社团感兴趣呢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QQ群 或者是我们学校的日语社合作组织 欢迎关注我们的 我们的合作伙伴 宁波文化探究社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 再见